不愿意做的事情千万别做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认识挺久了 他有个房子说要我帮他出租 然后呢其实我不是很想出租 因为出租也没多少钱 然后呢现在加州的话 你如果租客租错了 搞不好他进去不出来 你还赶不走 但是呢他又说让我去帮他做 那我就很勉为其难的去做了 结果做了以后呢 又有一些事情没处理好 然后现在又闹矛盾了 本来是关系还不错的 现在关系搞坏了 所以最近呢又有个朋友 让我帮他租房子 我跟他说了 我说不做 因为一般呢我们也不做这个出租的生意 然后我们有一个共同好友 我都跟他讲 这个生意呢你做了也赚不了多少钱 但是呢如果出个什么小差错呢 还把关系搞坏了 所以刚才就跟他说不做了 所以不想做的事情呢 千万不要强迫自己去做 你做的话你也没心思做 也做不好 反而把关系搞坏了 小红书 好